這個是廣獎的店長鄭宇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也是我們今年2024年 三月業績足過100萬的發行室 今天就是請他們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做到增加客人的黏著度跟回流率 我們還是要回顧一個問題就是 技術是保持一個初衷 我們都是不斷地學習 一直不斷地去增加我們的技術 二零有很特別的點就是 我們一定會把客人用到床 就算是你今天你回去顏色不滿意 我們都會有免費的收入服務 像我們公司很常會邀請很多很多的日資啊 今年就邀請了大陸的老師 邀請到了韓國老師來我們店 然後幫我們整個公司 所有人都一起去進修 去做一個提升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 還是要先把我們技術先搞好 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點就是 我們會跟客人很像朋友的感覺 覺得說 欸 這邊的氛圍不一樣 這邊的感受成績不一樣 他們就會覺得說來到這邊壓力不會那麼大 我覺得最主要是壓力的問題 因為呢 現在網際網路時代太發達了 所以少了人跟人之間原本該有的溫度 所以來到這邊 我都會把我自己的客人當作是自由 所以我覺得堅持這兩個點 基本上是比較不會有太大的 客人會流失的問題 因為我這個人我很重視數字 因為我覺得數字不會騙人 但正宇他其實他平均舊客的回流率 都有抓在原末六成至七成 所以他們每天晚上下班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技術跟對客人負責 這樣子的人他當然能夠做到很高的業績 我記得我有一個人嗎 我都會用一遍 我都會用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